台湾有特殊的夜市文化 今天带您到台南的大东夜市 拜访之后人气最旺的拉茶妹 不知长得漂亮 技术也很了得 一碗可以拉300碗 只要拉茶妹一出现 就像是聚光灯 打在上头一样 马上吸引好多人来围观 哇 随便一拉这茶就像是丝带 一公尺这么长也不会洒出来 不知拉茶技术让人看了碳围观止 这位拉茶妹长相也超甜美 每次来就像是看表演 好多顾客就是冲着拉茶妹的名气 来买拉茶 很厉害啊 她的茶很好喝 就这样一袋接着一袋卖 小小的摊子一个晚上 就可以卖出两三百袋的拉茶 只是拉茶妹说 当初训练可是很辛苦的 练的时候其实我们茶壶蛮重的 比较拉茶的时候手会很酸 练了整整四年的时间 才能够让茶水像是有生命一样 在手中随意的流动 拉茶妹说 希望大家别只是看她的长相 能够看到她苦练的技术 记者刘汉生 台南报道